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医疗系统反腐是经济严冬来临初期的医疗资产的一种瓜分运动 近一个月来 连续发生了很多医疗系统的经济腐败被查 这些事件进一步印证了我的一个判断 就是医疗系统内部确实在进行一种大清洗的运动 这场运动实际上是经济下行 医疗市场萎缩之后 不同权贵集团重新瓜分医疗资产的一场大战 12月28日 2020年初上过中纪委国家监委电视专期片 国家监察节目的一个电视认罪的一个无锡市 第二人民医院元党委书记刘一华 刘立华 二审上诉被驳回 判决书显示 刘一华在2005年至2017年期间 通过低价买房 高价卖房 报值机票等方式 收受他人贿赂 总计人民币520多万 美元2000 被判有期徒刑9年 罚金50万元 显然 原本电视认罪应该换来二审的从亲法路 但是去年的形势和今年已经不同了 又有云南省纪委监委的一个消息 云南省府外心血管医院原副院长马林坤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已主动投案 青海又有一个CSO公司 它需开增值税发票 涉案金额达到一个亿 被查后 业主失联 又有福州股博阔医药科技公司 于18年5月至18年10月期间 对外开具增值税发票999份 价值合计8105万3797.69元 从该公司银行交易明细中 未发现与经营相关的支出 并且发现该公司在收套售票单位的款项后 存在了资金异常 所以就认定该公司属于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 虚开上售发票 这些反腐运动最开始都有一个共同的切入点 就是要通过增值税发票虚开来立案 然后顺腾摸瓜 看过我节目的观众们这个时候就清楚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医疗行业利益输送的模式 就是要让企业对药品进行一个虚高标价 然后再通过别的渠道 把这部分利益输送给医疗机构 这一链条 经办人往往是在医院和政府机关内 掌握实际权利的人 或者他们的有裙带关系的中间人 企业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销量 就必须要进购足够多的额度才行 于是过高的药价 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巨额的阴角增值税 实行两票制改革 国家要求每个医疗产品流通缓解 最多只能开两张增值税发票 以此据说是可以打击高药价 但是这就导致企业不得不将 这部分开票任务转包出去 靠一些空壳公司 虚拟经营来开 去抵消这部分的税 这就成为 医疗利益链的打击的关键点 这个点其实一直是有的 是预留的 只是过去不查 现在来查而已 中共政权 它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架构的政权 一切下层的和外部的变动 实际上都是上层利益在分配 这就是一个绞肉机 每个人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上层的那一层人的一个垫脚石 一旦组织需要 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践行他的入党世子 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去牺牲 实际上就是为上层的利益去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场医疗反腐运动 之所以如此密集的在推进 就是因为随着贸易战 大疫情 激连打击 加上前几年 加杠杆 现在有很多债要还 泡沫需要刺破 导致医疗这个原本抗风险能力最强的 这个刚需行业 现在还是面临收缩的压力 那么一个行业要收缩 它必须有两个过程 一个是优质资产和劣质资产要把它清产 第二个就是要全国集团对那些优质的项目进行吞并 因为全行业需开发票 这已经是医疗的系统性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这个过程现在已经是一个抓手了 背后的动力仅仅是权力进一步集中 带来利益的进一步集中 最终导致医疗行政化财法化 因此官商终将要融合成一个整体的 要把真正赚钱的那部分东西抓在手里 而不怎么赚钱的那些合法合规风险高的 要尽早审的审判的判 当今中国的医疗界哪些产品是赚钱的呢 从几个月设施起的官员和企业的分布来看 就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 官员落马的项目往往是能赚钱 而企业被罚的那些项目往往是不太赚钱 官员落马 他案子往往起因是涉及 比如肿瘤药物 进口的特效药品 糖尿病的药品 还有医疗影像学的一些设备 还有心脏的支架等等等等 这些耗材 而企业被端的案子 却是那些辅助耗材 辅料 中程药 一些滋补药品 可见真正重症的多发的东西 现在是能赚钱 也是需要进行再分配 而耗材补品 随着经济下滑 将来全行业一定是能省则省 对于这种企业来说 就要趁早杀鸡去了 对于医疗反腐运动 我们还将进一步关注 未来会有更多触目惊心的案件发生 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的 不是那些劲爆消息 如何博眼穷 而是思考 这些会对民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医疗行政化 财阀化以后 普通人生了病 到底是更艰难了 还是更容易了呢 普通医生的生活 到底应该如何改 会如何改变 他们将何去何从 未经计 Universal